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好你应该做的角色 这是最重要的 两年前 我从男朋友打电话回来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你大姐不可能来这边 跟着我住照顾我 你弟弟也不可能 你能回来最好 你如果不能回来 我一个人就在这边 孤苦无疑地过 能过多久算多久 听完之后 电话刮伤 我嚎啕大哭 冲击蛮大的 可是一定要面对 那怎么办 我就坚持说我一定要回来 要不然 我不希望说 我把钱赚得更多一点 等到赚到我去这锅头 所以回来 说不定时不我已 对不对 子余养而亲不带 所以不要做会让自己 后悔一辈子的事情 放掉 该放了放掉 人生想开一点 能舍才能隔 我老妈经常问我一个问题 我说 刚开始 我回来的时候 坐在那边哭 我说你在哭什么 你迟早还是要回南非 你回去我一个人怎么办 我说我有跟你说 我要回南非吗 他说你现在不回去 可是你迟早一定要回去 如果我在过过十年 你怎么办 你能陪我十年吗 为什么 他最怕就是 没有人来跟他聊天 他有时候会说闷 我就推着他到四海一家 到莲斯坦 他就很高兴 哎呀 总是 对不对 他喜欢热闹 喜欢热闹 有个电影叫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务 但是我回来就是要执行一项 可能的任务 我们就陪着老妈到底 让他没有忧虑的 无所忧虑 快快乐乐地过完这辈子 是 请不吝点赞订ı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